講到今天就一定要講到美國 講到美國我就想到那個渣男 講到今天就要想到民進黨 想到民進黨就知道那是一個笨名 傻名 不好意思在座有理事不要罵我 我是罵民進黨 各位這個渣男一直在撩那個笨名 那個笨名就這樣 空空的就被撩走 他撩走就算了 把台灣已經賣走 各位我們反對對不對 我們不要被撩 我們要的是正男子男 今天各位可以比較一下 到底美國是渣男 中國大陸是渣男或者是正男子男 或者美國是正男子男 我想等一下我要花一點時間 跟各位做這一點簡單的報告 我們生病的時候 我們都相信咸無忌事的醫生 我們把生命和健康交給他 因為我們相信他 大部分的醫生也都是咸無忌事 也都是有愛心有信心的 可是世界上有一種醫生 他過去啊聲望不錯 外面都說他是名醫 結果啊 你到了醫院的時候 你就知道死了 因為他診斷的結果知道 你沒救了 但是他不會告訴你沒救 因為他看到的不是一個人命 他看到的是要救這個人 就是讓你在家務變化 你只要多喘一天 他就多賺一天的藥 親愛的朋友 我這個比喻 各位都知道我在講誰了吧 那一個爛醫生 過去醫術還不錯 聲望還不錯 台灣就是那個被美國想盡辦法送進 江戶變化 然後呢就把台灣當工具 就把台灣當做收銀機 起款機 不斷的起不斷的起 反正他知道兩岸自閉要統一 但是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統一之前 他能從台灣撈多少 親愛的朋友 我們要站起來 我們要拔掉這個管子 我們要吃真正 對我們身體有益的藥 不要這個蛋醫生 對不對 好不好 親愛的朋友 這個話不是我說的 二十幾年前 李光耀就這樣說了 在李光耀的回憶錄裡面 人家問他說 台灣大部分的人都不想統一 民調是這樣說的 而且李登輝那時候是李登輝的直戰 李登輝正在反中 把台灣帶離中國 越來越遠 而且 假如官民投票 台灣不要統一的話 那大陸能怎麼辦呢 李光耀 是這樣回答的 因為他跟台灣沒有關係 他跟大陸也沒有關係 他是新加坡的總理 他很清楚 客觀的反正告訴你答案是什麼 第一 他說台灣 其中 越嚴重 痛苦 越厲害 將來台灣 要付出的代價 就越高 要轉身 付出就會 越痛苦 人家二十幾年前就很聰明的看出來 第二個 人家問他說 那假如台灣 光明投票獨立 那大陸能怎麼辦 他的回答 也很精彩 他回答是說 台灣 要統要圖 不是台灣收的算 我聽得很難過 然後下一句話 是美國 跟中國大陸收的算 所以 台灣的光明投票 只計 這兩個大國的長頭價值 各位他這個話是不是很殘酷 但是他也沒有講假話 台灣就是不敢聽真話 聽了以後我們很糾結 我們喜歡聽假話 所以那個渣男 才可以去騙那個笨蛋 而且被騙得很爽 我們明明不需要進家務變化 就被那個濫醫師 騙著把我們推進家務變化 擾我們的錢 因為 我們不願意聽 李光耀這樣的講話 下面李光耀講的更殘酷 那他說 那久一天 假若台灣獨立 發生了戰爭 美國會不會來救 下面的話那講得很簡潔 我把它用比較白話講給各位聽 會不會 他是說不會 那我是把這個不會講了 外面會跟我吵架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 用白話講一講 台灣 因為獨立發生戰爭 美國會不會來救 會 哇多爽啊 然後呢 中美打一戰 美國會不會 會 那下面那一句話就是 李光耀很殘酷的話 因此 中國大陸就放棄台灣了 不會 怎麼辦 再打 那美國會不會再打 會 美國會不會為台灣 一戰的打 會不會 不會 這樣放一隻衰 親愛的朋友 這是李光耀的話 李森峰此次反而用 比較白話講給大家聽了 親愛的朋友 這是二十幾年前 中國大陸的經歷 跟美國 還是極為賢獅的情況下 所說的 今天李光耀在的話 他不會這麼說 所以李光耀話說話題 請各位 同不同意 接著 用李盛峰的觀點 來聽聽李盛峰說一說 好不好 大家好 請不要忘記 巴頓將軍 那個電影裡面 曾經演到 在北威的坦克大決戰 在美國跟德國 在這個大決戰裡面 美國損失了500輛坦克車 美國第二天 就提供了600輛坦克車 德國損失了400輛坦克車 結果就沒有結果了 這就是國力 二四大戰 在珊瑚海戰的時候 美國的A2進航空母艦 幾乎被打成了 日本統帥部 畫一個叉 說這一條船完了 結果 美國把這一條船 拉回去 用1400個工人 花了四個禮拜 把這一艘船 修復了 崇尚中途島 這就是美國 二四大戰的時候 美國 40天 造一艘船的上船 二四大戰的時候 美國可以做 151艘的航空母艦 這個美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個生產力之強啊 了不起 到了 二零 一六零的時候 美國的華盛頓 航空母艦 進場維修 預計 兩百天 結果 用了六年的時間 才出船屋 兩年前各位還記得 美國有一艘 攻擊型海南澳 海南旗的 核子潛水艇 在中國的南海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 嚴重的摧毀 扶起來 拿回美國 兩年錢 預算 包下來的 八千萬美金 那一艘船 一直到今年的 七月十三號才開始斷工 美國 有419艘的金艦 需要維修 現在只維修了191艘 以上的資料 不是我能承 是美國的參眾鏈 他們的聽證會 所事實上提出來 親愛的朋友 我告訴你做什麼 你認識的美國 就是從我剛才告訴你的 你認識的美國 已經不是那個名義了 你認識的那個美國 我 在美國現在只有 兩個金艦造船廠 一個是造航空母艦的 一個是造潛水艇的 而中國 現在 在今年 結束之後 到明年 可能全世界 四分之雙的產 都是由中國大部分生產 其中 有25個金艦造船廠 其他的朋友 20年後的今天 講 李國廟講話的今天 告訴你的答案是什麼 不是美國要不要來 是美國 破製無力 來不成啊 還相信美國這個渣男 我們不當笨 對不對 我們要懷疑美國 對不對 誰告訴我們不要懷疑美國 那個傢伙就是混蛋 對不對 對 混蛋要不要下台 對 最好江野群師把他炒蛋炒掉轉 好不好 前22.6 我們講的是硬 那他前講軟的 前幾天 前幾個月 應該兩個月吧 各位很近 應該三個月 四個月前 蘇丹 揮州 發生了軍事政變內戰 美國的大使館 怎麼處理 因為在蘇丹 有一萬六千個 美國籍的公民 美國的大使館 用了六架的直升機 把他大使館的72名官員 再走 然後宣布結束了 大使館關門了 他就很不滿意 結果美國的白宮 說那你怎麼對待 你這是美國人啊 美國的白宮秘書 你們才能看到那個花恩人 那個黑人 整個蠻可愛的 講了一句很不可愛的話 他說啊 我們希望 在蘇丹的美國人 就地避難 不要住高層 最好住在底層 這樣比較安全 然後不要隨便上街走走 實在是 人家受不了了 就問到布林肯 布林肯 在國務院的記者會被問到 他怎麼答 他說 因為這些人 都有雙重骨子 他們生在蘇丹 長在蘇丹 工作在蘇丹 他們不一定想回來 親愛的朋友 多少人千金萬苦 去美國 哪一本護照 就是希望有一天 有危險的時候 美國的直升機 像討來一個電營員一樣 會把他載走 不會啦 因為你是雙重骨子 你不是真真真正的美國人 你要是生長美國人 在美國人 或是你還在那裡可以被保證 相對的 在蘇丹 只有 一千 哪一天 好好看 weg 各位先請聊天一下 各位讓我們靜下心 把這些重要的新黨的論述 聽完好不好 我們暫時停止聊天一下好不好 我想我們今天來這裡 絕對不只是單純的支持新黨 坐在這裡來吃一餐話 我們也想滿滿的 帶回一些我們的講話 各位說對不對 對 現在在演講 現在在演講 那麼一直呢 我就小聲的說好了 小聲說到他比較容易聽得清楚 對 對 相對 兩批 都把他們接走 請不要忘記 當 中國大陸的軍艦 去救出這些中國公民的時候 他們講的一句話叫做 我們來了 我們來了 大家安全的 美國人告訴你 請就地避難 那 在今天這個時代 你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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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一本 美國護照 可以保住 美國護照 可以保住得了你嗎 台灣 不 你選擇了 你選擇了 祖國 中國大陸 對你有保障 請你也想一想 事實上 今天 中國跟美國 已經產生了很多的 實力的交叉 請你還想一想 今年的四月份 在上海 已經發生了一場 震驚世界的上海車長 香港的朋友 可能在座你們都不知道 中國機車 現在的出口量 出全世界第一名 升過日本 升過德國 可能很多台灣同胞不知道 今天中國大陸的機車出口量 每年是兩百多萬部 台灣一面都沒有 為什麼 不敢談 為什麼不敢談 上海車展的時候 德國的索根集團 就是胡斯集團 包了三架的專機 來幹什麼 裡面包含了奧迪 包含了保時捷 包含了Skort 包含了培亞特 包含了胡斯 三架專機 到了上海 去看上海車展 看什麼 為什麼中國的汽車 能有這樣的成就 再告訴各位 在那裡 展現了中國一部 最有趣的量產車 叫做比亞迪的展望 或叫仰望 您知道它的售價多少嗎 各位沒有想過嗎 中國大陸 可以賣出一部機車 一百萬人民幣的車主 四百多萬的台幣 跟我們在台灣買S 三到零差不多了吧 親愛的朋友 這個車子一出來 日本的工程師 躲著在那裡 用著池 在那裡量 日本的工程師 用著池 放點電 在那裡看 中國怎麼能夠造成這樣的車子 可是台灣有誰在講這樣的故事 沒有人知道 親愛的朋友 這個交叉 已經告訴你 那就是 五萬發生了疫情 中國大陸的態度是 一個都要救 然後呢 現在美國的態度是 可以死掉五百萬 這就是 國力的差別 各位今天有機會 來自關西 舊金詹的朋友就知道 舊金詹是美國 最漂亮的城市 可是舊金詹的市中心 已經到了大概 沒有人要去的地步了 因為 吳萬萬貞塔 在美國 現在一個叫林恩購 如果各位應該聽到 只有你 拖的東西 搶的東西 少於九百九十塊美金的話 那麼 基本上華麗是不追溯的 所以 幹嘛 就躺在家裡 肚子餓了 就到超商去拿個東西 沒事 吃長一點錢 買個毒品 沒事 這樣子的美國 等到今天 脫貧成功 和平成功的中國大陸 親愛的朋友 我們該怎麼行 時間上的關係 所有我們很簡單的告訴各位 美國 美國不可看 同文同種的中國 都是我們的DNA 可以我們好好地信賴一下 聯邦的國平 就在於我們把這三件事情 我們新黨可以做好 大家一種能力來做好 第一個 美國 美國 文字 也要求台灣的各政黨 要美國 認認真真 真真實實地 執行 一種政策 美國不要透光一種 台海不會有威脅 第二 台灣必須要堅持求和共識 第三個 中國大陸 堅持和平統一 這樣子 兩岸就有真正的和平 和平 是我們可以創造的 不是像美國買更多的武器 他是在 急診室在騙我們的錢 他是在 江湖變王騙我們的錢 他是那個渣男 在騙我們的殺女 我們絕不上當 親愛的朋友 新黨雖小 給新黨一個機會 我們就有機會 來創造 更大的一個時代 就阿靜雲的手腳 給我一個鋼子 跟一個石頭 我們就可以敲動世界 新黨可以做那一顆的小石頭 親愛的朋友 可以做這一個的大更主 讓我們一邊 來改變這個世界 改變這個環境 創造兩岸的和平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